将废弃LCD玻璃回收制成 奈米化孔洞材料 用来吸附电镀废水 吸附不同金属离子 会呈现出不同颜色的产物 这是工研院在张滨工业区 发表的新技术 我们是把玻璃 它整个奈米化结构之后 它的表面积可以增加到 正常的50到100万倍 那以这个表面积来讲 我们再去吸附 就是像电镀紫层中 它有一些重金属的离子 那吸附完之后 可以直接把这些重金属离子 拿出来去做再利用 透过我们跟工研院的研究 那将一金面板 把它做一个高质化的花泡 来做污水处理的一个吸附材使用 根据彰化性环保局统计 全线约有超过200多家 电镀及金属表面处理工厂 工研院表示 若是以一家用料 每天50吨来统计 彰化地区电镀厂用水量 每天使用超过1万吨的工业用水 如果使用这项新技术 过滤后的水可以循环再利用 环保署表示 如果将这项新技术 导入用于电镀制程的水循环处理 越过每年造就30万公吨以上的 电镀制程水资源循环使用 并减少三分之一的重金属污泥 开拓超过新台币1.2亿元 循环经济价值 新台人演的电视 叶锡红台湾彰化 才一分不得 过ים 优优独播剧 保译 tempor 最初 Rodrig л Andrea 温腾 Circuit 叩挽 钰